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还是我们的老套路 首先要在进攻之前 我们先要锁定一个进攻的目标 我们看现在布局刚刚结束 进入到了中盘阶段 黑棋的这一块棋 没有完全安定 白棋的这块棋 毫无疑问是我们要 接下来要锁定的一个进攻的目标 那现在黑棋这块棋呢 暂时也没有安定 因为很明显白棋上一步棋是在这刺 下一步马上就要冲过来 要分断黑棋 那么在这个时候 黑棋应该怎么进攻呢 实战板田先生呢 是先在这刺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犀利的一步 就是反刺 这步棋呢 其实也非常直接 也很简单 它是一个进攻的前奏 白棋如果接住 在这防断 那么这个就非常的 怎么说呢 就是 就是这个局面就变得非常的清楚了 那么被黑棋冲断 这盘棋基本上就结束了 因为黑棋不仅把这个自身两块 这个薄棋联络 而且吃了二十余目的这个实地 那么白棋显然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当然了 这个挖内修之 他也是一个九段大高手 他对自己的这个棋型上面的这个防守 还是有一套的 白棋当然也做了充分的准备 实战白棋呢 是在这挤 这个挤是一个妙手 就是挤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命令型 它要断黑棋 同时呢 他通过有了这一步棋之后 把自身的这个冲断的这个毛病 就给防住了 但是黑棋冲 通过这一个系列的交换呢 黑棋是先手把白棋的这个棋型啊 破坏掉 我们说这是进攻的前奏 也是准备工作吧 就是先把对方的棋型破坏掉 把对方变成一个完全可被进攻的一个姿态 一个造型 白棋接 有了这些交换之后 黑棋再把这接回来 我们看现在白棋这整块鞋啊 一只眼都没有 而黑棋 他面对的是黑棋这个两面的夹攻 可以说在夹缝中求生存 是一个非常苦的一个棋型 白棋冲 黑棋挡住 这个是白棋的先手权利 实际上的白棋冲了点 黑棋接 交换之后 白棋再出头 好的 那么下到这儿 棋局进行至此呢 可以说我们开始进入正题了 接下来黑棋该如何进攻 这个命题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命题 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局面 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仔细分析一下这个局面 毫无疑问 白棋这块棋现在是一个黑棋的猎物 一个目标 但是 黑棋实际上呢 这一系列的交换没有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黑棋自身的这两块棋呢 还是没有完全安定 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这个地方黑棋存在缺陷 被白棋搬出来 是很厉害的一部棋 这个搬出来很犀利 黑棋这块棋显然就被白棋分断了 不仅如此呢 黑棋右边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吧 感受到一些压力 那么最简单的方式呢 就是联络 退或者跳 这是最容易想到的 因为 怎么讲 就是这个地方有毛病嘛 我们就来防一步 不过这个防守呢 可以说是完全的 单纯的防守 是没有任何的 这个 就本身这部棋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同样是防守呢 它其实只是解决了一个问题 就是解决了黑棋这块棋的问题 对 那么白棋就可以比如说从这正过来 或者如果稳健一点呢 可以从这小跳 我们看白棋从这跳过来的时候 抱歉 这个地方没有 白棋从这跳过来的时候呢 黑棋这块棋 其实还是一个 怎么说呢 不活的一个状态 虽然它不是一个 我们可以说它不是一个 这个很危险的一块棋 这个谈不上 但是它毕竟没有活进 所以说呢 如果被白棋从这跳过来的时候 我们看黑棋的这块棋 它其实是要去处理的 比如说你是要去跟着白棋走的 无论怎么走 就是黑棋在这个边 无论走了多少步棋 其实它都是没价值 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说对直接对白棋展开进攻 比如说阵头 那么还是白棋翘过来 这个就是叫操之过急 接下来黑棋就 两边都会存在着缺陷 也就是说黑棋呢 实际上就有点像是 这个步子拉得太大了 这个 迈得太大了之后呢 就容易自身呢 这个身体的跨步容易受不了 承受不住 容易受伤 所以说黑棋这种进攻的手法呢 是完全不能考虑的 同样的 你如果从这进攻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存在缺陷 对 白棋比如说 它可以考虑 顶一个 出一个俗手 俗手之后呢 它就从这扳出来 这样谁攻谁 我觉得尚未可知 所以说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黑棋 实际上是要很慎重的 那么实战呢 板田先生给我们展示了一个 叫做 我觉得叫做进攻的节奏 攻击的节奏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说刚才 之前我们说过 这个攻击的策略很重要 就是你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就是我们不能盲目的进攻 不能乱攻 你把别人一块不活的棋 都攻活了 最后什么收获都没有 那是绝对不行的 所以说第一点 要确定战略性的目标 就是我要达到什么目的 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从战术上 就是我怎么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之前说过 有三种方法 三种进攻的方式 OK 直线型进攻 曲线型进攻 杂网式进攻 那么通常是用这三种方式进攻 还有一个维度的问题 我们之前探讨的 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进攻的节奏 对 就是我在什么时候 要张弛有度 我不能一味的 就是直线型的 或者说是这种坦克车 压过去的 就是这种节奏的去 去进攻 很重要的是 我们要照顾到自身 进攻的同时 要照顾到自身的 这个安全 所以说这盘棋 板田先生在这个时候 他的下一步棋 是让我们非常非常震撼的 还是坐在这 拖过 板田先生的下一步棋 是在这老老实实的 规规矩矩的 踏踏实实的 没有任何废话 没有任何怨言 把自己的两块棋 连在一起 这招棋 为什么能说 它是进攻 就是因为 它彻底的断除了 自己的后顾之忧 也就是说 充分的把自己的拳 都收回来 再打出去 这个力度是完全不同的 有了这步棋之后 实际上就是黑棋的 我们说黑棋 就完全是铁板一块 不用再考虑任何的 这个其他的顾虑 没有了 接下来 他只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收拾你 就只考虑这一个问题了 我自己怎么样去 这个身体状况 已经完全没问题了 可以说 就是我们用一个 可能不太恰当的 这个来描述 就是他 他已经吃了药了 自身已经是 这个 钢筋铁骨了 或者说我们换一个描述 他已经披上了一个 这个非常非常厚重的 一个铠甲 刀枪不入 在这样的状态下 你想想 怎么跟这个对手去抗衡呢 我们怎么跟一个 我们完全没有办法 去找到他弱点的 这么一个对手去较量呢 是不是 所以说 他这步棋实际上就是 这叫以手为功 非常非常的值得学习 好 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 这步棋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局面发生了 什么样的变化 之前我们说 黑棋存在着缺陷 这两块棋自身都没好 这个地方存在缺陷 这个地方被人家过来 那现在会不会 这个问题还存不存在呢 完全不存在了 因为你如果从这搬 那黑棋要说一声 谢谢 黑棋跟着白棋退 这个搬 叫做单关 那人家这个退呢 每多一个 下面多三目棋 也就是说黑棋 白棋这个招棋的交换 当然它远远不止三目棋 就是它 它实际上是有一种辐射的 就这招棋交换 对黑棋毫无影响 同时你自身还是没有联络 这个地方签个断点 这个地方就联络也不对 就是它完全无用 OK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 你从这攻过来怎么样呢 这个 白棋这招棋啊 这个真的谈不上进攻啊 这个真的是完全的 这个叫做完全的是 这个单方面逃跑 由于有了黑棋这招拖 黑棋这块棋已经毫无护股之流 所以说你走这个 那黑棋可以无视 完全无视白棋 可以拖先抢个大厂就好了 黑棋在抢大厂同时 我们就看 还是这个远远的 徐徐的 我们说这个撒网式的 对白棋进行一个纵包围 白棋还是非常难受 所以说其实就是 黑棋这招棋之后啊 我们看白棋就没有办法去借劲了 已经没有办法去利用黑棋的弱点 去自己去逃跑 找不着这样一个 这样的黑棋的缺陷了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实战呢 白棋看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拖先 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 因为他没有着力点 就是他没有办法去发力了 就这个时候他找不着一个支撑点 这个是最难受的一种状态 就是我们自己在 就好像是你没有对手了 只是因为对手已经完全没有缺陷了 就没有对手了 你面对的都是铜墙铁壁 自己在对铜墙铁壁挥拳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肯定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所以说他干脆呢 他就不处理这个问题了 先抢一个大厂 这样最起码保持一个局面的均衡 OK 那么黑棋我们可想而知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已经把拳头完全缩回来了 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脱先 你胆敢脱先 接下来就是猛烈的重拳 一记一记的重拳 回答在白棋的身上 黑棋飞 这个是一个棋型的要点 这招棋呢 是有隐藏着一个杀机 比如说白棋你跳 那么这黑棋靠 这样白棋就坏了 就崩溃了 因为很简单 如果你冲 被黑棋断 那么这个地方要连回来 这个地方要打通 白棋肯定不行 白棋只有冲这边 冲这边呢 黑棋断 也是断 断这 白棋还是不行 你如果打这个 大家注意啊 我可不是接这个 如果接的话倒还好吧 毕竟能联络 就这两个子不要了 黑棋可以单冲这个 这个最狠 无论你下什么 你提这个还是接这个 黑棋就再一冲 我们看啊 这个就是叫壮士断腕 这个不是壁虎断尾啊 这个 死的太大了 这就是壮士断腕 这就是真的是 损失惨重 这肯定不行 这块全部不被黑棋吃掉的话 白棋拿什么跟黑棋比控 对不对 所以说这招棋呢 实际上是击中了白棋的一个要害 由于黑棋是充分的 这个 先充分的防守之后呢 下一步 这条棋打上去的时候 就变得非常有劲儿了 实战白棋只好并在这 这是一个很无奈的下法 很无奈的选择 先把自身的问题 毛病处理好 还是我们看啊 白棋整体还是没有眼 一直眼都没有 接下来黑棋剑冲 可以叫长路漫漫 离家太远 白棋这块棋 什么时候能够找到 他这两个兄弟 是一个难题 基本上可以说下到这儿呢 这盘棋也就 没有什么太大悬念了 白棋必将面临的是 黑棋暴风雨般的 这种猛烈的进攻 而黑棋呢 我们看这个 可以说 我们充分的感受到了 围棋棋盘上的美 什么是围棋上的美呢 就是你一定要去理解 这个 就是 不是说对他 只是线条上的 而且要对他概念上 要理解 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先把自身防守之后呢 黑棋再是这个 水银泻地般的这种攻势 飞 坚冲 我们看这个线条 也是非常的美 同时这个线条 也是非常的美 这样 像一道利剑一样的 把白棋分割开来 这颗子和这块棋的 这个联络分割开来 白棋 痛不欲生 所以说 我看了这盘棋之后呢 我觉得还是 非常感慨 很有收获 就是我们经常 在进攻的时候 犯的一个错误 就是 乏力过猛 我们总是想 一口气地 把别人按在地下 把别人 怎么说呢 痛欧一顿 或者说 堵打一顿 这个感觉上很爽 但其实往往不解决问题 还是一样的 进攻 最终是要满足你的目标 是要完成我们的 进攻的背后的使命 这个是我们的目的 所以说进攻的节奏 非常的重要 这盘棋 如果大家仔细体会的话呢 我想 我们可以体会到围棋的这种美 围棋的这种艺术 围棋的这种 它的这种深奥 它的这种奥妙 好的 接下来我也不多说了 我们自己体会吧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